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初这个影片是想拍中国的过去70年的生活经验 特别是来自个体的生活的命运经验 所带来的一个个人历史的讲述 来带来整个中国经历的现代社会的这种变迁 因为中国现在我们城市化的进程非常迅速 生活在重组 对于理解当代的中国 对于理解城市化的中国 可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 就是我们回望历史 要了解今天我们在城市里面遇到的问题 我们的困惑 以及界定今天生活形态 向历史问答案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贾长科表示 如果针对人类共同关心的话题 提供中国艺术家的观察和回答 就能引起广泛共鸣 电影最开始的吃饭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仅困扰了过去 也还在困扰着今天 不仅困扰着中国 也在困扰着一切的发展中的国家 贾平华先生呢 比如说他的病 他谈到了他一段生病的故事 生老病死也是每个人要面临的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 人类确实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我们中国遇到的事情 全世界也都会遇到 贾长科从影20多年来 始终聚焦大时代背景下的 普通民众和基层生态 引发国际关注 为何中国的乡土文化和时代变革 备受国际瞩目 贾长科认为 电影是全球化的一个标志 自一百多年前被发明 电影就具有超越语言的能力 在今天确实我觉得全球化 有一种全球化被终止的焦虑 人类的交往 因为疫情进入到了一个相对不密切 一个低潮 在这样的情况下 电影它就这样一种国际化的基因特点 再次呈现 因为我觉得不管外部的社会变迁 如何复杂文化的联系 需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因为这是人类连接最基本的条件 贾长科曾参与金砖五国合拍电影 目前已经拍摄完成三部 他创办的平遥国际电影展 始终致力于挖掘非西方国家的新电影 新导演 推动中国电影走出去 除了人们熟知的电影导演 贾长科还是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 和山西电影学院院长 作为教育工作者 贾长科认为 应培养中国青年电影人走向世界 中国电影目前有巨大的人才 培养的需求 希望我们的努力 能够让中国电影培养更多的人才 他们是电影的未来 不仅是中国电影的未来 也是世界电影的未来